这一期带大家看一看 十相为首募赢的版子 竞选警长 警惠留个十 我咽六叉杀 第二警惠留随便留一个 这一盘因为我首先是狼人 看到诅咒发KS查验之后 因为首先KS不在我们狼团队里面 所以在当时会考虑他是否是大哥 但当时我不太会觉得 一号人家是十相鬼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板子一般不像狼混的板子 就是大哥不太会起跳 所以一号玩家结论是他肯定不是 我验的一是金水 然后警惠留 验一个十验一个 我肯定跟五号人家斩鞭了 因为连续两盘原家的几率其实不大 但是已经两盘原家第三盘还跳 那基本上就一定是 那八九里面我觉得要有狼 因为我不是狼 八九里面要有狼我觉得也不用送 为什么这么说 我其实倒没有特别想让九号不跳 因为我们安排工作就是晚上九号人家跳 但是我希望的是跟八九摆明对立的关系 因为我这个位置在这种情况下 我只能去倒沟 倒沟的话 第二天白神起身买牛肉干 砍死 然后接着打 如果九号玩家发言特别好 我可以去电飞那个牛肉干 我认铁刃 铁刃我是冤家 就跟五头 九号牌应该是已经尴尬的死掉了 你就不要跳了 因为你已经跳不起来了 嗯 石查杀 这轮我觉得九号玩家那个汗跳发言 真的是挺牛逼的 他其实这个位置顶的压力非常大 他真的是使出全力 场内场外聊 昨天他拿完牌 我看他在那就演 反正说他是狼 他说我是你爸爸 他在场上发言演 场下也演 九号玩家这一盘的发言 有一个特别让我眼前一亮的感觉 因为他说八是好人 我不知道九号玩家有没有看出八是十项鬼 但是他在那个位置说八是好人 会让外之位的人觉得九号玩家是真原家 因为首先八号玩家在大师赛也三公坐标 所以他这个位置把八保了 只要八号玩家愿意占边九 九号玩家就大概率能成为所谓的原家了 三号十号十二号投票给五号 四号投票给九号 五号玩家当选金掌 我们这里边其实有个特别难受的点 就是小伟去倒钩了 像这种板子 没有守卫的板子 我们都主张说狼人就不要去倒钩 因为你冲锋了 你可以回投 你可以说你之前投错票 别人会信你 但是我们拿结论来讲 狼人队伍里面表现最好的 我们只能是小伟 因为小伟一个人活到最后 杀光了所有神赢了 这我们有一说一 因为小伟从刚开始就决定倒钩了 一直在干自己狼同伴 最后把我们干出局了 然后就可以了 这集就先锁到这把 溜了溜了 抖音